我觉得大陆的安全系统 其实能量也很大 那现在是两国之间都在做竞争 您刚刚谈到的就是有关于美国的CIA 例如说在两岸关系紧张 在很过去没有那么大数据的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看到甚至CIA在台湾也好 尤其是在琉球群岛 那时候还据说 CIA在琉球群岛也就在冲绳岛 在冲绳这个地方本身所建立的这些武器库 可以编装一个诗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滇冕军 很多的时候它的武器弹药 其实CIA就可以决定了 还不用到美国的 还可以绕过美国的五角大象 他们自己手边其实就有了 那这完全是不受控制的 就可以直接把这武器弹药给你投进去 那我们台湾很多特种人员 我们不是有段时间我想摔弹军会讲更多 例如说我们要登钓鱼岛的摔弹军 你也是参与者 那一段时间的作业计划里面 跟美国的也很有关系 好 那我要讲的 意思也就是说 美国这些机构存在已久 在台湾也很多 到哪里都有 在全世界每个地方 它的盟国更厉害 也就是说美国在它自己的同盟国 本身去设置的这个情报单位 这些着便服的 它表面上是商人 是记者 是学者 是专家 然后是老师 是医生 然后或者是这个平民百姓 或是留学生 或者是它是纯粹的这个背包客 其实这些人 就是你讲的这六万多人里面 他们都是美国的情报人员 他拿的就是美国特种经费里面 拨给他们的钱 所以他本身一个背包客 所以你会以为 他看起来很天真浪漫的一个背包客 其实他就是开始在做情报收集 情报部件 然后甚至他在做什么呢 做键盘 他到哪里 他就可以去掌握 然后在这个地方玩这个 然后所以你会看到所谓的很多的网路 看起来你以为是大陆人 其实他可能是美国人 就跟这次林伟峰的做法是一样 就林伟峰一样嘛 然后林伟峰故意用凡体字 然后故意夹杂两个简体字 你看你看被我抓到了 他就是这个大陆来的 其实后来被人家端出来的 就是你 就是你自己写的嘛 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 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很久了 而且是分布于全世界 而且这个是完全不受控制的 不受控制一个秘密的军队 对 会设抵代 完全不受监管 而且他也不受任何战政法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老百姓 他是商人 其实这个是很不对的 因为这样的做法的话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抓到了这个人 其实你认为只有美国人这样做吗 加拿大不是很多人也被抓 英国人也有被抓 那个就是还有日本人也被抓 澳大利亚也被抓 有的就是收买你这个华侨 就是说你这个留学生到我这边来 我就把你收买了 或者是你是 台湾也有很多留学生到美国被收买 不是吗 围棋解密不是解密好多个吗 那个也有很多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还在台湾 本身固定的时间就跟美国人 报告那个国民党的内部的运作情况 不是也有吗 还是有到现在还是有啊 难道没有人报告民进党的内部的运作情况吗 我觉得换言之也就是说一堆人都被美国人用一些钱收买 然后呢还有美国人自己本身培养培训 那因为美国有很多留学生 他就挑好 挑好以后就训练 给他国籍 他变成美国人 然后他就可以回到他的母国 然后开始再做情报工作 这个美国人在这个情报工作做的 他们很懂得孙子兵法的第13篇 美国人在这方面用箭篇 美国人读得非常透 是这个刚刚赖教授讲的已经很精彩 我在那边再补充一个 像这个俄罗斯卫星网 最近引述华尔街日报 他说就在 这应该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也叫阿联酋的机场 他说因为最近阿联酋跟美国买了 包括F35等等的军机一些军购 然后呢所以美国就说 因为你跟我买F35 所以我发现大陆有军机 都会停在你的机场 所以我要监控所有机场的起降的行动 我觉得这个也甚至蛮厉害的 这不晓得是不是大陆真的有说 去刺探你的军情 但是为了防止你刺探军情 所以我先刺探你所有的军情 然后包括还有立一些法 就是说反正我就要查很多的企业 你不要跟我认为有影响的 认为是有间谍的这些国家 这些公司这些机构往来 要不然我不给你钱 所以这一整套很绵密 我请帅将军再补充一下 这监控阿联酋啊 这是他必然做的 只要你拿到美国高科技武器的国家 他都担心你被老共弄走 搞个逆向工程呢 就让解放军的这个军武 军功啊就有突破 你记得不记得南斯拉夫 美国中国大使馆被炸 炸的就是那个时候 如果美国的隐形飞机的残海 被中国大陆拿到了 放在它的情报单位 放在那个大楼最底下 如果美国用一个精准炸弹呢 而且是可以穿破多少层楼板 到最后一下炸的 不是中国大陆老百姓很愤慨吗 你怎么炸我 美国人说我误炸 第二个阿联酋的故事 我再讲个有趣的故事 当年有一架米格机摔在韩国 我那个时候驻韩武官 是我一个同学 他叫陈领山 他就想尽办法把那个米格机 整个从韩国弄到台湾来 所以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一有船难 这个军舰或者是潜艇 都抢了去打捞啊 对不对 你看电影也知道 如果德国的密码本被破解以后 德国潜艇就被干得很惨 对 所以这个东西啊 再讲这个 刚刚讲的什么特种部队 其实是老九换新平 美国早就在全世界搞这个东西了 因为他的军人啊 常常会犯错 像什么屠村 什么以前好多个故事被起诉 是 连国国也告 国内也判 所以这个情报局 跟这些CIA搞的这个东西啊 他就不用 所以 离开了日内瓦公约嘛 你不能制裁这些人嘛 他不是军人身份嘛 军人身份要遵照日内瓦公约 你犯了战争这个不人道的罪嘛 你看台湾早期很有名一个叫西方公司吧 西方公司就不是雇佣我们的飞行员 飞到大陆去照相嘛 有YouTube 后来还有YouTube嘛 对不对 第二个很有趣的 你看为什么泰国清迈那边变得很热门的地方 全世界情报员在那边 包含我们 我们也做了很多人啊 我们还有那个旧总啊 在那边支持很多华侨啊 因为那个地方很容易渗透到广西 到中国大陆 很多情报来往都在那边 所以这种 美国用这种像雇佣兵一样的 雇佣兵啊 逃避自己国内法律的起诉 你看好莱坞电影很多嘛 某某战事检举 那个情报工作是非法的 然后 这个情报局局长要到国会里面去 被工庭会审问 或削减你预算砍掉你某个单位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继承这事实已经好几十年了 台湾尤其好做 为什么 台湾十个留学生里面有八个是留美 是 军官里面很多也到美国受训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嘛 所以在美国 我记得毕业的时候 在美参大毕业的时候 那个军官选 那个情报军官啊 他要填志愿到哪个地方去服务 那个 他的国防部人事官问他 东京你要不要去 不去 为什么不去 东京那么好 东京生活条件太贵了 老婆还要出去兼差 柏林去不去 不去 那更贵 他最喜欢去哪里 去台湾 台湾 物价低廉 老不姓 friendly 友善 热情 官员又熟悉 情报又好囊 这就是 他们情报官填第一志愿 结果 第一志愿是台湾 因为那个同学就在我旁边 那情报 那个国防部人事单位说 你的存局不够选台湾 選菲律宾好不好 也好 原来在情报界台湾这么夯 可以存在 全世界也亲美 不反美的只有台湾 你知道吗 台湾是最友善的 对不对 物价低廉 生活舒适 情报容易获得 他凭什么不来 以前闹过一个笑话 住德国柏林的还有军舰 去跳脱衣舞赚补贴家人 这么辛苦 以前我听过这个新闻 真的假的 因为美国军官虽然薪水不错 可是你到那种 生活 生活美国人要求标准也高 他房租 车子 什么开销都很大的 所以这个 当然这个是以前的新闻 我只是讲 像这种化身为情报 各种行业的人 在做你情报工作的人 太多了 这个东西 危机解密已经出来很多了 我们从那里面参考一下 查理тесь